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这次的研习 那麻烦各位,你可以把那个浏览器打开 浏览器打开,然后呢 请你找一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邱文胜 文章的文貌,盛的盛 就Google一下邱文胜,你就可以找到我这个网站 制造者时代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 请各位找一下这个网站 因为我的研习呢,我都很习惯把我的教材丢在这上面的连结 那连结在哪里呢,在这里 各位请到那个最新的,右边最新的这一栏 这里面有一个7月6号的研习 讲义都在这边 好,请各位搜寻一下 好,有找不到的跟我讲一下 好,先Google一下邱文胜,那是我的名字 找到,在右边最新的那一栏 然后,中间的地方 可以找到一个7月6号的研习 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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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进来之后 那你进来之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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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每次都等到有人开课 然后你再去学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要比较精进一点 通常我们会自己去只要听到一些 你觉得感觉像是未来趋势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开始上网去找 可能找影片看 找网站看 然后看到有一些关键字的内容 我们就会开始去做搜寻 那所以今天主要是讲这一件事 好 那么所以 一开始我们先 这个是暖场 破冰活动 好 我们先来这一个网站 这个叫A1.art A1.art 那么所以请老师呢 另外 我们先做一个自己的大头贴 因为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在贴作业的时候 要一边放上自己的大头贴 所以各位麻烦你 另外开一个浏览器的新页 另外开一个新页 然后在这里直接输入A1.art A1.art 好 这个网站呢 可以帮协助你做很简 因为他有很多做好的套版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找一张你的大头罩 你就去脸书找一下你的大头罩 他会帮你转换成很可爱的大头贴 大头贴或者是影像处理的部分 所以你看一下他 你看他这下面有各种版 各种版 那所以你放进 你放进的照片是本人的照片 然后他会帮你转换成很可爱的样子 那这下面有各种版 所以你可以选各种版 那在做之前呢 注意一下 你可以用你的Google帐号去登录 就是你第一次进去 他可以用Google去登录 那登录之后呢 每个人有十个点数 就是可以做十次 可以做十次 但是呢 做完十次之后 你就不能做了喔 他不是每天十点喔 是这个网站你只能用十点 就做完十次之后 你想要再做就要付费 所以跟各位说一下喔 有一种 浏览器有一种东西叫做无痕模式 各位知道喔 无痕模式 所以请你开一下那个无痕视窗 我先把这个网站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呢 你就去开无痕视窗 无痕视窗的意思就是说 你之后在无痕视窗上面做的事情呢 都不会留下记录 那所以 他那个A1.art 就不会知道说 你这个网页曾经在他那边做过大头贴了 那但是你就不要登录喔 你如果登录你的帐号 他一样会记得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在无痕模式去登录 A1.art 然后呢 那 这边就可以直接做 所以你可以选一个版 你选一个版 比如说 我想要来做一个这个黑白的素描画 我就选这一个版 一个无痕模式只能做一个 那所以你等一下 如果做不够 你就关掉再开一个无痕 再逐行进来做就好 那 那你选好之后就这一个版 你就在这边直接 这边直接按click 等一下 你要先换换你的大头贴 不好意思 再来吃 开无痕 然后网站 贴上去 进来之后 选一个你喜欢的版 好 选好版之后呢 这个图片这边 请你要换成你的大头罩 所以 我先看一下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不知道有没有 大头罩 没有 那我就先去我的脸书搜寻一下 所以你要先去找一下你的大头罩 这时候脸书就很好用了 脸书上面自己的相片夹 里面应该会有自己的大头罩 除非你从来就是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都是神人 我就找一个我自己的大头贴 有我在内的相片 你的脸要全部露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 我只要跟美女照相 我只要跟美女照相 你可以直接下载 但是如果你 你的 你的那个 照片里面只要有一张脸就好 所以我用剪贴的另外剪一下 所以我用剪贴的确保只有我的脸 我把这张存起来另外存起来 这台电脑不是我平常在用的 所以不会比较少我的东西 那我就回到刚刚这边 这边不是要放自己的照片吗 我就把脸贴进来 你也可以用那个你现在电脑上面的视讯镜头 就直接拍一张这样 存在这边 你就去找到你的照片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你就按产生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然后你等他跑一下 他速度还蛮快的 大概半分钟 就会帮你产生好了 那这种方法就是 只要泡模板 所以你就是 找你喜欢的模板 简单的就可以泡一下 好这样就做好了 这个就是用你的脸 去套他的模板 所产生的图片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把它剪下来 或者是我的习惯是打开来 直接按右键 并存图片 那你就会发现 他做的照片是 很有你的神韵 有你的神韵 就换下一张 你看你喜欢哪一张 就把它存哪一张 那如果这一次做不够呢 就把你 这个不是隐私视窗 就把你刚刚开的那个隐私视窗 就关掉 好关掉 然后再打开再做一个就好 好请各位 花一点点时间做好你的大头贴 做好你的大头贴 然后把图download下来 好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说你的大头贴 放哪里 好我们一般 这个可以用在很多场合 我们老师常常会跟 交往LINE 所以你的大头贴可以换 那或者是你的脸书的贴图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需要 像我们 有一些网红包袱的 有时候如果你的脸书没有任何更新 大家久了就会忘记你 所以你偶尔就要搞怪一下贴个图上去 保持那个大家的新鲜感 好所以请各位来做一下 那学生 这个因为他这个有监管 有时候线上的AI的网站 大部分在线上 网页可以直接找到的这一种 大部分 他有监管 有监管 那也有少数没有监管 那各位老师如果在学校里面 就尽量用这种 有监管 什么叫有监管 就是他不会产生奇奇怪怪的 血腥色情暴力的这种 的影片或内容 会比较安全 如果你要交给学生的时候 要尽量筛选一下 一定要筛选 这个很重要 不能什么都给全用 不要说什么工具很强大 就直接教学生 还是要筛选一下 因为我们是国中小 国中小学生的心智不够成熟 所以如果你 没有做这样的处理 有时候会 导致很大的灾难 然后我个人也有建议 因为像这些平台 都会有 有一些点数限制 或者是要登录 那要登录的话 你就要看如果是中年级 就比较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他连自己的电子邮件都记不住 那所以你就尽量找这个免登录 然后 有些要登录的呢 他这个网站 免费网站通常会给你一些固定点数 比如说每天可以 有五点 或者你这个帐号 就给你十点 那像这种网站呢 很多老师会去教 那我用另外一个帐号去登录 对不对 如果学生本身有两个帐号 那没有问题 这个点数用完了 我换另外一个点数 但是 在国中小我们比较忌讳 就是你教他说 我们去某一个网站 去升 乱数升电子邮件 用那个电子邮件 或者用假的身份证帐号 乱数产生的 去申请一个电子邮件 再来用 我们比较忌讳 国中小忌讳这种事情 因为国中小是主要是教学生 这个道德的地方 品德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教会他这种 取巧的方式 在以后学生 以后学生可能就很会专漏洞 专法律漏洞之类的 或者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这是我们不是很乐意见到的 所以 但是像刚刚那个无痕模式 这个并没有涉及到什么不法 所以这个还勉强可以接受 勉强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醒各位老师 要稍微留意 那如果制作有问题都可以讲 那如果你要做第二张 你是关掉那个无痕模式 再重开一个无痕模式 再来做 然后你不能同时开 我昨天也一直在想 那我可不可以同时开两三个 因为它产生需要三十秒 那我就开一个无痕 再开一个无痕 开两三个无痕 然后就一起做 就会节省时间 对不对 不行 当你开第二个无痕之后 第二个无痕会记得你现在 可能是记你的IP还是什么 它就会让你不能做了 所以你要必须要把那个无痕 关掉之后 再重开一个无痕 所以它一次就是只能做一份 那很多浏览器都有无痕模式 Firefox Opera都有 所以这样的方式 目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 就没有那个十点的限制 Firefox的无痕模式也可以 Opera也有 大部分浏览器都有这个无痕模式 都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平常你要做一些测试 在学校的电脑上 或在你家里的电脑上 你要去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 无痕模式是可以开起来的 比较不会很多问题 但是也不代表无痕模式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乱看 还是会被中毒 会有奇怪的东西跑进来 所以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 好 第一次交作业 好 那么请各位呢 我们 我们刚刚有给各位两个 两个网站 对不对 一个是共作的 一个是讲义的 那请各位到讲义的这一张 这一个Canva的网页 进来之后呢 可以把你的东西贴在这边 贴在里面的这个位置 那请你贴上去之后 你的照片贴上去之后 比如说 刚做了一个照片 把他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他会传上来 传上来之后 在Canva里面 你是可以做一些处理的 那你的照片 可以用编辑图片 那可以做去背 所以我们就背景移除 点一下 他就会只剩你的人 只剩你的人 只剩你的人之后 你就稍微 处理一下 旁边可以加上文字 加上你的单位姓名 所以我加个 你加个姓名 然后就跟你的图像在一起 请你把它群组 把他群组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很多次你的图像 所以你就把你的图像留着 看你要放哪里 随便你放 好请各位 线上的朋友可以一起做 好就像这样 像这样子 好那顺便提一下 如果你用那个免费网站做的照片 他通常会带那个网站的logo 那我也不建议各位把它拿掉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没有付钱的 那你给他带个logo 其实我觉得合情合理 那你不要用一些别的软体 把那个logo拿掉 我觉得这样不是 在国中小不是很道德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是国中小会比较龟毛一点 就是在那个道德的部分 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也是为了让学生养成那个良好的品德 哇字好那么帅 哇很飘逸哦 好来各位把你的大头贴贴一下 线上朋友也要做哦 那个共同编辑档案 你从那个我给你的网站进来 然后你就会有编辑权 我有开放编辑权 那你就再把你的照片直接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中间上面的地方 有一个照片编辑 你点了你的照片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编辑图片 编辑图片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选择去背 这个背景移除工具 就去去背一下 然后再加个文字 把它跟你的图片摆在一起 然后全部拳起来 把它群组一下就好 好来试试看哦 因为我有开放编辑权 所以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编辑的 那个Canva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而且它不仅仅是工具而已 它不是做简报工具而已 它在我们讲那个教学行销跟说服那一堂课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也是一个思想的工具 就是帮人家洗脑的工具 所以有些工具 你不要只注意它的工具的功能 你如果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想法 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 它是完全符合一些相关的心理学的理论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拿来做这样的应用 才会工具就会更强大 所以普通的人拿一把箭 跟一个学了九阳成功的人 拿一把箭那个威力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工具不要只看它的工具的功能 它其实会有一些更深层的应用 它其实会有一些更深层的应用 需要QR Code 来各位 那个需要 线上需要QR Code 这边可以扫 用手机平板也可以做 KEMA 比较简单 跨彩距 我们今天的课不会太紧 会比较松一点 所以各位应该可以充分做完自己要做的东西 那QR Code 那QR对老师很好 老师都有最高权限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QR Code 帐号的老师 现场应该都有 就要去申请一下 只要填那个ETU.TW的帐号 然后都可以获得最高权限 非常建议老师使用 我这两三年的经验 如果让我只推荐三个工具 在你的教师生涯的人生里面的话 第一个肯定是新智图 第二个就是KEMA 第三个就是AI 这三个是老师必备必会的 不管你是什么领域 其实也没有限定老师 就是你人的这一身重 你想要终身自我学习成长 想要成功 你大概这三个工具一定要会 至于其他的什么 各式各样的工具 那就要看你的领域需求 你的个人需求不一样 需求就会不一样 但是这三个是大家都要会的 目前非常建议 各位一边坐 那个线上的老师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要直接说吗 Maggie Maggie老师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今天比较松一点 我可以接大家的call in 好一定很多人把他贴上去的 感谢各位 你有贴我的KPI也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们单位是这样子 如果绩效好的话 之后要开什么课 讲话都可以很大声 所以各位尽量贴不要客气 如果绩效很差 以后各位就看不到我开的课 以后各位就看不到我开的课 对三个必学 只要你还是一个人 目前性阶段新制图必学 因为他是不管是学习 或是分析事情解决问题 或者是做一些企划规划 然后都是新制图都非常的好用 他是一个前端整理智慧的工具 他不是纯粹的学习 他是前端整理智慧的工具 那Canva是后端放大 就是你要去洗脑别人 你要去说服别人 Canva是很棒的工具 他也是让学习变简单的工具 所以新制图一个前端 Canva一个后端 然后AI是中间的加速器 AI是中间的加速器 所以这三个是个人推荐必学的 那至于那个防毒软体 各位用Windows内建的就可以了 重点是你的使用习惯 你不要那个有的没的连结乱点一通 如果你有的没的连结乱点一通 什么防毒软体都没有 好 感谢各位很努力的再贴 谢谢我想今天KPI应该很好 好那各位你这个大头贴等一下要留着 你要留着你可以把它另外下载 你也可以就放在这第一页上面 因为等一下还有还有内容 好那还在座的老师们就继续做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部分哦 好可以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